詩篇十九篇十二節 誰能知道自己的錯失 願你赦免我 隱而未然的過錯 當我們看到詩篇十九篇到了這一段的時候 我們就說過 可以分三個段落來看的這篇詩 第一個段落就是 第一到第六節 那個 一個 自然的啟示 神透過不同的受造物 來 發出無言的說話 接著第七 到第十節 就是講到神那個話語的啟示 神的話語 是比精金更加的羨慕 更加寶貴 但是到第十一節到第十四節 就是講到人對神話語的回應 所以今天 我們 在十二節裏面 發出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誰能知道自己的錯失 這個問題 你會看到在中文聖經翻譯 自己的那裏是點幾點 原文是沒有的 在原文那裏其實就是 誰能知道 過錯 這個是隱藏了 他的過錯 我們人有時候 沒有那個自知之明 如果我們有那個自知之明 特別是知道那個 過錯 或者過失 其實是一件好事 所以 大衛在這裏 他 就自己作一個反省 但是 在後面那個就重要了 他說 願你赦免我 忍而未然的過錯 這個就是大衛 他自己 對神 那個的呼求 在這裏 那個卸臉的字 其實就是一個 命令語氣的動詞 但是我們講過這個命令語氣的動詞 當應用在神的身上 就是一種 祈求的意思 所以 他這裏是 願神去卸臉他 而卸臉的原文的意思 就是結靜 即是願神結靜 後面 隱而未然的過失 你又會見到那個過失 那兩個字又有點幾點的 即是原文也是沒有的 那個隱而未然 其實原意 就是 隱藏 或者是秘密 意思是這樣 所以大衛在這裏 願神 結靜他 秘密 自存 即是他那種的 秘密 是隱藏在內心的 所以 隱身到那個過錯 但是我們有時候 就是 在我們自己的 內心 有些東西隱藏了 是沒有人知道的 甚至乎我們自己 可能都不察覺 但是大衛在這裏 就願神 結靜他 親愛天父 我們感謝讚美你 多謝你寶貴的話語 主要當我們 看回我們自己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自己 是不知道我們自己的問題 不知道我們自己的過失 但是求神 你結靜我們 好像大衛向你呼求一樣 即使在隱密的地方 求主你結靜我們 祈禱奉主名求 阿門 好 感谢观看